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0号下午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相关的消息 综合媒体报导根据中国今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 将在现有引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除了引保监会的原有职能之外 还将此前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责 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以及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化进去 公开资料显示李云泽现年52岁 山东烟台人 自天津大学毕业之后在建设银行工作23年 曾经担任建航天津分行副省长 总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总行战略规划与股权投资部总经理 建航重庆分行行长 2016年转任工商银行副行长 分管零售业务等等 2018年9月 李云泽空降四川省担任副省长 接班原副省长朱赫欣转任央行副行长之后的空缺 李云泽是四川首位70后的高官 首位70后的副省长 2021年5月 李云泽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他也是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以及首位70后正部级领导 中美关系破冰了吗 继日前中国外长秦刚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之后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导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计划本月稍晚 在底特律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 这将是年初爆发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以来 美中最高级别的官员会晤 综合媒体报导 知情人士透露 戴琪跟王文涛可能会在5月25号到26号 亚太经济合作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在场边会晤 相关的消息在去年已经宣布 正常的情况下王文涛应该会出席 但是在爆发气球事件之后 美中高级别官员的会谈基本上已经陷入停摆 此外 中国一直到今年初才摆脱严厉的防疫风控 许多高层官员近期才恢复访外的行程 不过中国商务部跟官媒军卫报导 王文涛将出席APEC的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言人也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中国商务部跟驻美大使馆军卫回应置评请求 彭博报导指出 事实上有许多的迹象显示 美中即将恢复双边沟通管道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8号才在北京会晤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这是秦刚就任以来首度跟伯恩斯的会面 当时秦刚强调 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 避免螺旋式的下滑 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 这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识 也是国与国 特别是两个大国相处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中方将坚持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来处理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深刻的反思 跟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重回正轨 并表明北京政府有望很快 恢复更多高级别的官员会谈 对于秦刚的说法 澎湃新闻援引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指出 这是中国对美方最近一系列的喊话 表态做出的一种回应 吴新博认为 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些交流跟对话 可能将会陆续的启动 官媒《环球时报》也引述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履想的分析指出 此次秦刚会见伯恩斯 表明了两国外交接触曾经优所上升 这也意味着两国外长级别的会面 或许将会进入到讨论议程当中 事实上彭博上个礼拜报导也指出 美国国防部已经提交申请 计划要让国防部长奥斯丁 6月在新加坡会见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3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 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说到 他对于在今年重新安排此前 被推迟的中国之行抱持希望 他说世界各国不仅对华盛顿 也对北京发出了要求两国负责任的 处理美中关系的信号 这要从接触开始 从沟通开始 从力图确保双方不会陷入冲突开始 至少美中需要给这个关系设定底线 需要加装一些护栏 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 就是要通过接触 而美中关系的改善 也渴望未成其已久的双边交流来铺路 包括了拜登跟习近平的电话通话 甚至是重启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中国交通运输部官网10号上午发布消息指出 交通部长党组副书记李小鹏 将接替杨传棠来出任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综合媒体报导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李小鹏是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儿子 现年63岁 早年曾经长期在中国电力工业系统担任要职 并且曾经担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组书记 从2008年5月开始 他先后担任山西省委常委 副省长 山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等职 2016年担任交通运输部部长 当组副书记 李小鹏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成为得票倒数第一的中央候补委员 2016年8月开始 李小鹏担任中共交通运输部党组副书记部长 负责交通运输部的业务跟行政管理工作 当时有报导说 李小鹏之所以能够出任交通运输部部长 是习近平想要安抚元老之举 而李小鹏离开的山西乃是非之地 先前曾经发生过贪方式的腐败 在201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 李小鹏落选20届中央委员 当时跟他一起落选中委的高官 还包括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 以及司法部部长唐一军 现年69岁的杨传唐 从2012年7月开始 先后担任中国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6年9月起担任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2018年3月起担任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此前杨传唐曾经因为缺席多个重要会议引发关注 他从2021年6月之后就没有参加中共全国政协的会议 也没有出席同年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2022年3月4号中共全国政协会议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唐也缺席会议 曾经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杨传唐长期患病 他的长期隐身可能跟身体健康状况有关 但是也有分析认为 杨传唐可能涉嫌到滴滴出行的案子 他组长交通运输部的旗舰 大力的扶植滴滴出行 美国有线电视台CNN主播杠上的中共官媒海外社长 两人在推特笔战短短一天之内 就吸引了上百万网民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日报欧洲翻社社长陈卫华 在2022年对CNN主播塔伯的一则揭露中共乱象的视频留言说 丑陋的事实是CNN不派体育记者到北京 却天天将奥运政治化 这就是为什么CNN的收视率如此之低 是迄今为止三个有线网络当中最低的 对此塔伯七号推文回击 他说为了回击被中国共产党官僚 种族灭绝捍卫者控制的陈卫华 以下是在CNN的League节目当中播出的十个故事 关于陈卫华未知工作的政府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可怕行为 包括了受伤维吾尔族妇女讲述在中共政府拘留营当中的遭遇 塔伯对中国网球明星彭帅消失事件的关注 以及介绍中共政府如何控制跟影响美国好莱坞 到了8号下午5点 塔伯的推文一天之内 引来了超过130万人观看 而塔伯在过去一段时间 推出了一个名为中国墙后面的系列视频 揭露中共之下的各种乱象 不少推特网民立廷塔伯 并要求把陈卫华送回国 宣称他不应该一边享受着外国的自由 一边试图通过他的间谍活动来破坏这个自由 有消息指称 中国国族原主教练李铁被送往看守所 他被查之后有立功的表现 透露中国体坛高层许多的内幕 前体育总局局长一度失联 据说就是与此有关 去年11月 中国前国族主帅李铁 因为涉嫌到严重的违法被查 9号下午前体坛周报记者燃雄飞 在微博发文爆料 李铁调查的刘志祺即将达到6个月的上限 李铁会在最近从刘志的湖北某地转移到正式的看守所 阮雄飞表示 李铁的家属得到了可以聘请律师探望跟辩护的通知 据传李铁的妻子龙飞联系了专业的律师团队 由于李铁涉案情额较大 案情也比较复杂 这个律师团队的费用不低 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不明了 阮雄飞还补充说 李铁案件的相关涉案人在留置期间是可以请律师的 但是会见权受限 律师也见不到涉案人本人 另外有中国媒体爆料 李铁被查期间相当的配合 为了减少自己的判罚 刑起有立功的表现 揭发了更深层人物的黑幕 45岁的前国足主教练李铁 自2022年11月26号被查之后 中国足坛掀起了新一轮反腐风潮 短短5个多月 足协系统已经有11名高层被带走调查 包括李铁、中国足协主席程序员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赵才等等 据报道 李铁是有史以来首个被问罪的前任国足主帅 作为男子国足首次冲进世界杯的功勋球员 李铁的身份相当特殊 在他的身上集中显现着英雄变成反面教材 朋友圈变成中国足球染缸之一的鲜明特征 从东窗事发的时间线来看 李铁已然被视为反复取得突破的关键线身 这种针对焦点、关键点集中爆破 带出大瓜的手法具有时效跟威力 前美国总统川普遭到专栏作家卡罗尔指控性侵诽谤一案 纽约联邦陪审团9号裁定川普必须要负上法律责任 赔偿500万元美元 官司缠身的川普败诉 但是在公大卫的身世是否受挫 仍待观察 美国之音报导 9人陪审团由6名男性跟3名女性组成 他们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做出了裁决 多年来某些女性指控川普曾经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 做出不恰当的性行为 这次审判是川普第一次因此而被追责 今年79岁的卡罗尔指称 川普1996年某天 在纽约的高档百货公司波道夫古德曼的示意间 对他进行强制的性交 而陪审团驳回了他的这个说法 但是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认为 川普对他进行的信心 也就是sexually abused 导致卡罗尔受伤 并因此而给予他大约200万美元的赔偿 此外陪审团还认定川普去年10月 在社交网站上面称此案为骗局谎言 构成的诽谤 另外判决卡罗尔获得到300万美元的赔偿 判决出炉之后 卡罗尔微笑着走出法院 但是并没有停下来跟守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交谈 他后来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到 自己对川普提出的这项法律诉讼 是为了要洗清名誉找回生活 今天世界中与知道了真相 而这个胜利不仅属于他 也属于每一个 因为他不被相信而蒙受苦难的女性 而川普则抨击了这一项裁决 他坚持说他是猎物 也就是所谓的捕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的目标 这位前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 用大写英文字母发帖说道 这一项裁决是一个耻辱 史上最大猎物的持续 并声称自己绝对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川普的竞选阵营则表示 无庸置疑的整个这一起卫造案件是一次 针对川普的政治场势 因为他现在是居压倒优势的领跑者 将会再次的当选为美国总统 川普的辩护律师塔科皮纳证实 川普将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 他相信有很多的问题可以作为依据来推翻裁决 但是科塔皮纳也说到 他不相信川普能够在纽约得到公平的审判 虽然川普在纽约是长大并且生活了几十年 但是纽约选民在他前两次问鼎白宫期间 以压倒性的多数对他投了反对票 川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之后 目前正在竞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他因为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 以及在他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存放机密文件而面临到几项的刑事调查 但是卡罗尔提出的诉讼是民事而非刑事案件 今年76岁的川普不会因此而有被定罪跟监禁的风险 川普并没有出庭听去卡罗尔的说法 而法律也不要求他必须要出庭 有两名女子为卡罗尔一方出庭作证 他们说几十年前川普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侵犯了他们 一位前股票经纪人说 他曾经在一架飞往纽约的航班头等舱里面 抓过他的身体部位 一名记者则指称 他为人物杂志去海湖庄园报导他与第三任妻子 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的梅拉尼亚结婚一周年时 川普开始突然亲吻他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辩护律师塔克皮纳在本案当中并没有传辩方证人出庭 他的做法是为了要试图削弱卡罗尔说法的可信度 他指出卡罗尔记不得侵犯事件的具体时间 而且当时从来也没有报警或就医 他只是在2019年的回忆录当中第一次公开提出这样的指称 塔克皮纳8号在最后陈述当中对陪审团说到 这是最可笑最恶心的故事完全是编造的 在这之前在本案两个礼拜前开庭时 塔克皮纳说没有办法传证人来举反证 陪审员如果要做出对卡罗尔有利的裁决 必须要相信无法相信之事 卡罗尔寻求川普收回他对此事的否认 并提供他没有具体给出具体数额的金钱赔偿 尽管如此 川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依然身世看涨 4月为燕心风口飞案赴纽约出庭的他 民调支持度不降反升 死终的拥护者捐款不断 凸显出川普在共和党当中人气居高不下 佛州州长迪尚特联邦参议员时考特跟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海利等 川普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当中可能遭遇到的对手 都在卡罗尔案陪审团裁定公布之后沉默以对 前阿肯瑟州州长赫琴森则抓住了这次的机会猛攻川普 他提到自己曾经担任检察官 亲眼目睹傲慢藐视法治如何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次陪审团裁定应该受到严肃的对待 这也是川普又一行为不可原谅的例子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8号签署了三项法案 包括限制中国人在佛州购买房地产 收紧对短视频应用程序TikTok的应用 以及限制学校跟中国等受关注国家来建立关系 目的在遏制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报道新法律被德桑蒂斯描述为 打击共产主义中国 禁止来自于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 跟叙利亚的外国尸体 以及官员来购买佛州农田以及任何的军事设施 包括了海港、机场、发电厂、水处理设施 或者是任何其他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地点之时 英里范围之内的任何财产 新法律还禁止非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相关国家公民 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任何的房地产 任何跟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 也不得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房地产 德桑蒂斯8号在法案签署仪式上表示 佛罗里达州正在采取行动来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 中国共产党 他自称很自豪地签署这项立法 来阻止中国的间谍购买美国的农田跟军事基地 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土地 阻止敏感性资料存储于中国 并阻止中共对美国从小学到研究所教育系统的影响 故意违反新规定 出售财产的人可能会受到民事跟刑事处罚 新法律允许州没收外国人不正当获得到的财产 该立法同时禁止州立学院跟大学 从外国索取或者是接受礼物跟赠款 并禁止私立学校有敌对国家拥有或者是控制 德桑蒂斯说 这一项将于7月1号生效的立法非常明确地表明 不希望中共进入到佛州 他强调中共已经确立了经济实力跟工业霸权的地位 今天他们的军队比20到25年前都强大得多 他们的领导人非常的意识形态 并致力于扩大中共的影响力 不仅在他们的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不过该法案引发了不少人抨击跟强烈的反对 民主党籍的佛罗里达州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德里斯克尔反对这一项立法 认为他过于广泛 并倾向基于民族协同的歧视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明镜新闻台